最后面两个人的结局会走到哪 是恋人呢 朋友呢 还是和平放下 然后中间的前后因果还是会帮大家看一下哦 那我们就进行解牌 一组牌卡的人呢 一定会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 这一个就是刺猬哦 选到这一组牌卡的人 请问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他心里面呢 现在是怎么想你的 最后面呢 我们再透过牌卡说 你们到底这一份感情呢 是孽缘还是好缘 然后最后面是修成怎样的阶段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样呢 就是这么一大把的牌卡 然后呢 来说出他内心的心底话 对于你的感觉哦 那我们再去研判你们两个人呢 到底是会走到哪里呢 有一点多 有点难抽 好了 不要因为以前的人否定后来的人 你很好 你没有不好哦 然后 好呢 开心的时候要想起我 难过的时候也要记得你还有我 现在感觉已经是有情至上了哦 爱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而勇敢 而不是让人时常感到委屈或妥协 他要是爱你 竟然有了他出现 分析你的感情的 好 你是一朵很特别的花 想怎么长就怎么长 不一定要长成玫瑰 就算全世界都盼着你变成玫瑰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做自己哦 看起来朋友的感觉居多呢 我们上场口是心非 却又希望对方有所察觉什么呢 最后面咯 他要是察觉什么 我怎么觉得你这一边怎么的感觉 似乎有一点比较像是朋友的感觉哦 哦 这么的多啊 好 那我们就来看 这就是最后面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要进行说你刚才之间会到什么阶段 不喜欢我的样子 等到不偷看那天 也许就释怀了吧 真的没有办法为了别人的一时兴起而沦陷 好 他其实呢 真的还没有去表明你的心意耶 所以我目前会觉得是一个朋友的阶段哦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觉友你们之间的缘分到哪里 来看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独角兽他是怎么看你的 因为我们必须得说能量是双向嘛 总要看一下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动物 我们先看他你在他心目中对于这一个刺猬 你是在他心目中属于哪一类 你是之 这个是什么狼是不是 来看一下哦 然后再来看宇宙觉友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种牌呢 是属于什么样的走向 最近大家超喜欢这个牌卡的 来 队像卡 好 好的 然后我从塔罗牌你们的关系发展 这一种牌也大家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都用这个大家爱的牌 请问一下你们关系发展将会是怎样呢 这一组很重要哦 恋人朋友还是就和平方向还是崩溃离开啦 好不好 力量牌正位 嗯 这一个人很需要人家的保护 可是呢 他觉得你们是绝望中看到的希望 哇 钱币石 恭喜你 哇 钱币女王 嗯 好 我觉得这一边看到的是你们的关系是还蛮连结的安全感 属于家人类哦 你们最后面会走上家人 而且关系是非常的稳固 那中间可能会经历了一些绝望啊 甚至失望啊 挥霍人生啊 但是这一个人很愿意在你身上花钱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有钱人 哈哈哈哈 哎呀 那姐就是肤钱啊 有没有 跟一个人来往先看他口袋有多深 这比较重要吧 是不是 不是因为要笑想他的钱 而是每一个人的关系啊 如果你可以跟他怎样 之间做一个财务平等的话 其实生活才比较有趣啦 对不对 做人还是要务实一点 谈恋爱也是要有金钱啊 没有钱万万不能啊 对不对 不是我付钱 所以这一组的人恭喜你们 我们抽到了一个提款机 对 就是提款机 不用所怀疑 提款机就是提款机咯 恭喜恭喜 先来看一下 提款机怎么看你 我们再来剖析提款机 那边的提款机 难怪他对于你是平平的 我觉得这一边他看到的是其实呢 爱应该是要让人变得温柔的勇敢 而不是感到时常委屈跟妥协 这一个人觉得跟你在一起的话 他是比较属于委屈跟妥协的哦 所以我觉得他这边会比较像一个守护者 他觉得你们有很喜欢他 那开心难过的时候要想起我 难过也要想起你还有我 所以他一定曾经有说过类似的话 说只要你跟我之间呢 你未来发生什么事情你要记得 我一定会帮助你很多跟协助于你 支持你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也说了 没有必要为了别人一时兴起而沦陷 不要因为以前的人否定后来的人 所以不论说你现在是经历情商 还是跟他有所情商的话 他其实呢都会什么 默默的关心着你 然后等到不偷看的那天也许就释怀了吧 你一直在他心底哦 所以会比较像家人朋友方面的 我们擅长口是心非 又希望对方有所插嘴 所以他都是默默默默的观察着你 也许你的心是爱着别人 可是呢 我觉得这边看到的是你很好你没有不好 你在他的心底是非常非常 算是完美的状态哦 为什么我会这么的说 因为我看到这一个排卡呢 最后面你们的结局是什么 钱币石正位 甚至还有钱币女王正位 你在他心中的分量将会是未来非常非常的重 也许你现在还看不到 但未来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朵很特别的花 想怎么长就怎么长 不一定要长成玫瑰 他这个人给你的就是人家说的最喜欢的尊重 真的爱你的人不会去改变你的样子 而是尊重于你发展成你所希望的样子 所以这一个人对你的爱是那种很深厚 很深厚的爱哦 就算全世界都盼望着你变成玫瑰 我希望你可以做自己 因为什么 你很好 你没有不好 也就代表他要是爱你 也就是代表说 除了他以外的人来爱你 你都不应该为了别人去改变你自己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爱的是原始的你 他都默默默默的在观察着你 不论你们是任何的关系 这一个人呢 只能告诉你的事 记得 需要的时候都记得 你还有我 就是一个提款机 恭喜你抽到提款机 来我们来看一下提款机 在你 你在提款机心中是什么样子 好 OK 来啦 土之土狼之魂哦 不是狐狸哦 是一只狼 他必须得说的是 他在看着你的时候 他觉得你的人生 好像正在走到一个 嗯 有点奇怪的 旺路上面 可是他还是尊重你的选择啦 好不好 好 这张牌代表的是 此时此刻呢 他觉得你出乎他人生中的意料 就代表你不在他的人生意外中 他很担心你被骗 那又觉得相对于这样 你好像消失在空气中 那他偶尔会觉得 他似乎有点被你骗的感觉 因为这张牌有骗子牌 只要是狼啊 狐狸啊 保健妻啊 然后有的没的啊 然后魔术师真逆味啊 都还是有那种欺骗 也就代表他知道某种程度 你跟他之间没有说实话 所以他默默的观察你 然后但是呢 他选择的是我相信你 我成为你之间的后盾 他觉得你的人生呢 你会去追求你想要的快乐 然后跟繁荣 那相处一下呢 也就代表 他觉得啊 跟你之间啊 嗯 呃 你的欲望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你是非常的执着的 虽然他有时候觉得你走上了弯路 可是他非常清楚 你知道什么叫做正轨 然后去实现完成你的目标 所以这一个人喜欢的是你的执着度 然后甚至于觉得 不论如何你就算误入歧途 你都可以把自己做很好 所以难怪你抽到了钱币女王 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智慧 而且非常有领导力的人 那相对于狼的能量 我说狼群狼群 狼群他是一个家族性哦 他是不会随随便便的把 把呃 遗弃 遗弃他 遗弃他的伙伴 他们是会很 很群聚的方式 然后去把食物链 彼此之间彼此的关系是扣得非常非常好了 那大家就是最喜欢我讲 我讲一些有关于 呃 小动物的故事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说 狼跟狗的区别于在哪里哦 那因为我们讲人类关系 那当然就一定要讲的就是 狼跟狗之间的关系 来去引 营造你们之间的想法 虽然他是刺蝟 所以你说狼跟刺蝟 相对于他很保护自己 他其实 刺蝟翻肚以后 他的肚子是非常柔软的 好不好 所以关于狼他怎么看你 其实他也觉得你跟狗很像 可是差别于在怎样 你稍微的就是狼性会比较 比较高啦 所以他看你的时候 他觉得你很有神秘感 甚至你甚至有一点侵略性 难怪他 诶这个刺蝟 有侵略性 也就代表你太过于接近他 他就会刺蝟 他的刺就长起来 他是不愿意让你看到 他心中柔软的那一面哦 可是不代表说 他完全不给你看到 因为这边看到的是 我要讲的是 是跟狼跟狗的演化之间 还是有一点点的相距性 狼呢是属于行动派的 发起行动的领头 但狗比较倾向于等候的指令 也就代表 他觉得之间 他愿意去看到你欣赏的 他不把你当狗 所以我说 他很放任于你 去做你喜欢的事 因为他把你当作狼一样 你是拥有领导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牌卡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的能量是什么 刺蝟虽然小小的 可是其实刺蝟啊 他很容易生病 你不要看他这个有吃哦 其实他很容易皮肤感染啊 尿道感染啊 生殖性病病啊 各种的种类都会在 刺蝟身上发生 他不会说话 所以他有健康问题 他无法表达 也就是代表说 他把很多的事情 都放在他的内心话 他很多的痛啊 跟你身体相处的关系 他都不说 他只会做 那做又有点缓慢 好不好 那因为我们说 今天要看缘分有多长 那刺蝟的生命周期 其实是没有很长的 如果说是野放的刺蝟 他的那个生长年龄啊 其实好像是大概在 四到七年 可是饲养的刺蝟能够 活得更久 也就代表 如果说你今天的关系 你愿意好好呵护 跟照顾他 你们的关系会很长久 可是如果你野放 你像狼一样 真的就是跑去做 你自己的话 那基本上 你们的关系会不久 那这边看到的是 我觉得比较偏向 家人朋友 跟稳稳的 把你放在心里面 守护的那种爱人 所以会比较想 走向老婆老公系列 要有结婚的能量 因为有钱必食 所以你们是会 有进入到婚姻关系 可是那种爱恋 没有那么深 比较像是 他会成为 你旁边温柔的守护 刺蝟是一种 夜行性动物 他在晚上玩耍的时候 会非常的活跃哦 好不好 那相对于之下 你不要看他 那个刺蝟可可爱爱 他是肉食性动物 他都吃昆虫啊 然后那个蚯蚓 还有烹调的 鸡肉跟猪肉 然后呢 要小心的是 不能惹他生气 为什么 刺蝟平时都是 非常的温馴的 他只有那个 小肚肚柔软 然后虽然外面有刺 他只有在感到压力 或是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发出那一种 喷气的声音哦 好不好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 安抚他 就是从他的腹部上面 这样温柔的 这样搓一搓 他就会变得很乖哦 所以其实呢 他是 当他不开心的时候 他其实会尽量用那个 这个刺刺的外表 去伪装他自己 可是其实呢 他的内心是很 很柔软的 所以他是属于 害羞又调皮 然后充满着刺 所以要靠近他的话 可能就是 要了解他的行为 我们 刺蝟其实对于 心的味道啊 等于说他在心的环境 他是会口吐牌 泡泡 然后把那泡泡 涂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啊 也就代表说 他相对之下 他要接近一个新环境 他是会有一种 叫做辨识度 所以要接近这一个人 很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这就是 他的能量哦 好不好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能量 是他尊重你 可是他也有自己 很强烈的领空权 这样 来你们的关系的发展 来 如果你们是刚认识的话呢 跟这一个人的关系发展呢 要怎样 要充满着力量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这一个人是 非常的喜欢 被照顾的感觉 如果你是男女生 你就自己对调一下 他喜欢人家照顾他 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那你就是被照顾的狮子 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呢 那你就是要 照顾这一头 公狮子哦 好不好 那这张牌出现 就代表你 如果辞职跟这个人交往 你要用热情的心 去吸引他 你不要害怕你的表达 你会有一个 很稳定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两个关系呢 你跟他之间 要用爱跟耐心 去克服这种感情的困难 那力量牌 的女生上面呢 他会有一个无限符号 跟那个魔术师一样 代表的无尽 也就是代表 你不需要是 状况的蛮力 而是内心的减忍 带着 带着你坚硬的内在 然后但是 联名加 柔软的双手 去怎么样 去触摸这一些 这一些狮子 虽然这一张牌 还是拿人声 K他 好不好 总而言之呢 就是某种程度 是要去 驯服他的 那我有说他好搞嘛 他外表哪里接近 但他内心是很柔软的 只要你愿意面对他 不退缩 那相对于这样 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个人 他跟你这些关系 他是希望有 温暖的守护的哦 那 绝望中看到希望 所以你们两个 可能会有远距离 或者说心特别远的时候 那我们什么时候 会出现心特别远 你们有 会有某一次 即将关系 要做一个断链 但是还是 会有重新连结 因为星星牌 伯任正立位 都还是代表有希望 即使已经绝望 但他还是存在着希望 会有幻灭 跟绝望沮散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 那一种的渴望 保持在心里面哦 好不好 那他现在的关系 是他不太相信自己 也不太相信于你 所以难怪他就有你有骗 他内心的自卑 会转为自大 然后所以你跟他之间呢 会有一段时间的 生命的 跟世界灵魂被切断 可是你不用紧张 这个空虚寂寞 也就代表你们 彼此给彼此一些空间 换取一些时间 导致于你们两个人 慢慢慢慢的会怎样 会往更好 事情会获得改善的信心 去前进哦 好不好 因为你完完全全的 不用担心 你们中间虽然有一些 断链的能量 可是我这一边 为什么说他是提款机 因为钱币是逆位了 钱币是逆位的话 基本上也就是代表 就是财务方面有一方的人 因为有些人有双向 有一方的人很挥霍无度 然后呢缺乏控制力 就很喜欢 很喜欢花钱啊 那也代表的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之间 其实他在对于你花钱很大方 或者是你对他花钱很大方 然后这一边看起来就有一种 有一个人花钱太过于大方 可能会导致于过于奢侈 然后两个人会坐吃在空 要小心这一个人也比较没有 没有自控能力 所以他是不是一个非常爱花钱的人 可是还好是 他会花钱在你身上 钱币是逆位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说到的钱币实在 代表是婚姻跟连结 跟一个安稳的关系 如果说今天 他跟你之间未来结束的话 他财务基础稳固的家庭 代表是成功的事业伙伴 所以他是把你当老婆的 那这一个老婆 是因为你自己可能本身 也要工作稳定啊 财务稳定 他才会觉得 你们的关系可以经营下去 他看中的是物质面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以前所交的男女朋友 是不是都是财力很雄厚 或是他自己本身 在投资合伙啊 或者是工作的稳定上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他看你也希望 因为这是宇宙 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发展 你们的关系也会因为 财务如果有所连接的话 他是愿意跟你之间 好好的发展 所以恭喜你啊 你抽到了一个就是 提款机 然后甚至他当然也希望 你他成为提款机的前提 你的信用卡 你在刷卡的时候 你的信用也要非常的好 明白吗 所以这一个人 跟你之间的关系呢 他如果给你承诺 他绝对会兑现 只是差别于在哪里 这一个人他比较不善于言辞 我刚才有说了嘛 他不会把话给说在心里 所以 随从 权杖随从会说 这一边呢 可能他偶尔会有点 自知聪明 脉弄一点点的无知 那他当然也会觉得你 因为他容易受挫折 跟受困惑 所以你给这一个人 要有很稳固的 安全感的知识 因为他不安全感 非常非常的重 好吗 好不好 所以你可能是 找一个提款机 但是你给他的那一种信用值 就是在于你的关系的专情 然后以及给他的安全感 当作于你的抵押品 明白吗 恭喜你来到的提款机 还好我也有选 我也有选这一个提款机 还真的 我选的这一个人 真的是认我刷了 认我领 这样也是一样 就是平时不聊天 但是出了事的时候 都会给予我们一些 需要的帮助与关怀 好 你抽到的是什么 来 我们刚才才说 巨蟹座代表的是不安全感 然后他欠缺的是不安全感 所以你需要是给他安全感 所以呢 对方的星盘里面 会有巨蟹座双鱼座 不安全感能量 比较强的星座 就是大概这两个哦 好吧 你们去看一下他的星盘 是不是有这样的星盘哦 好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代表某一件事情即将结束 个人或者是家庭的挑战 找到出入 所以你抽到这张牌 你跟这一个人的关系 其实还蛮快 就会进入到家庭 那有些人说我断联了 我也有说中间这里 有一个断联的牌 会出现 可是你们会重新的连结 那重新怎么连结 请问一下你的财务问题OK吗 你可以实现你的诺言吗 你曾经跟他说的承诺 你要兑现 那你才有办法 把这个人主动性的拉回 你明白吗 我今天不讲 能不能主动了 你自己去看其他的影片 那我这边要讲的是什么 是今天这一个人呢 你只要克服他 跟你之间的不安全感 你们的感情就会爆发 就会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 现在还不是最佳时间 要慢慢来 明白吗 事情呢 都会有所解决 恭喜你跟他之间会走向什么 钱币石 你们的关系是配偶 甚至家人朋友 好不好 所以这一边看起来 我们的关系非常稳重 恭喜你抽到了 找到了你的另外一半 也就是你们最爱说的证元啦 那证元不代表永远幸福快乐 证元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要去解决好吗 恭喜抽到这张牌卡了 半烟火肉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一个赞哦 留言加订阅 又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 你还不赶快留言留起来呢 那已经使用的呢 follow我的instagram或是facebook的 现实动态呢 我因为我会去做一个 哎呦是时候要发放礼物咯 张张都有讲的神语卡 一张牌卡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为什么你还要爷爷的哭泣 那也还不赶快follow起来呢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第二组拍卡呢 我们看一下呢 你们两个双方会走到什么阶段 是恋人朋友还是和平发起来 还是怎样呢 whatever 我们来看一下 他想要跟你说什么话 比较重要啦 然后去推测 跟你之间呢 到底是恋人朋友 最后面发展如何 喜欢就留着 不喜欢就离开 呛哦 这个人很呛哦 人本来就在失败中学乖的 好 慢也好 不乏小也好 是在往前走就好 这个人呛归呛 但是希望你们的关系 是什么 即使慢慢的也往前走 喜欢就留着 不喜欢就离开哦 好不好 那看起来人本来是 失败中学乖 也代表他是愿意跟你克服一些 人生中的一些障碍的人的哦 所以也就代表你们的关系 其实失败了 也是在往前进的 你愿意让他看见你最不堪的样子 他愿意陪你走过最低潮的日子 要好好珍惜这样特别的人哦 所以啊 他觉得你是他心中怎样 特别的人 放不下的时候 就想想他如何放下你的 放不下的时候 就想想他如何放下你的 重复了两次 因为我有些牌卡会两次 放不下 就想想他怎么放下你的 所以怎么了吗 你有过去的情商吗 这个人知道吗 要你放下吗 还是说你们正在关系中已经放下 他还是希望说 如果他怎么对你 你就要怎么对他 这应该是 他想要告诉你你的课题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还有 差不多就这几组 我们就要进入主题了 到底他跟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还是会想要为了你 却总是沉默 他有话说不出口 是不是 爱你在心口难开啊 如果我不能令你幸福快乐 那请你至少好好保重 一个人若真的爱你 不会压抑着冲动不去找你 所有的莫不关心 都是为了你早点死心 所以如果这一组牌卡的人 你抽到断脸的话 他不理你啊 那真的就是 他没有那么爱你了 因为他如果真的爱你 他根本就不会 压抑的冲动去找你 那如果在关系中的朋友 如果他一直找你 一直找你 就代表他真的非常的爱你 好吗 讨厌收到很多的承诺 跟很多的对不起 也就是代表 如果你们今天有承诺 你一定要做一个兑现 懂吗 因为如果你们有兑现 再多的对不起来说 承诺都是多余的 想念你的拥抱 我的粉粉是多性感 这么多张牌卡 每次都要抱来抱去 诶我的抱来抱去的牌可是不多 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 你们绝对是恋人 有恋人 但是最后面会不会继续的往下走 不知道 好不好 那我一样抽一下 老天爷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 最终要我怎样的疗愈 以及神愈卡 他是海牛 这是海牛 海牛 人家说以前人家可是美人鱼呢 对不对 美人鱼来着 狮子座 所以美人鱼抽到了跟 跟那种外表有关的 的牌卡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看你的 他觉得你在他心中是怎样的 的状态 哦 应该蛮多人想说 香香怎么都不会累 我超级累好不好 你们每天要出影片 你们说我期待我一定要看 然后每天又很多很多的占卜 但是我还是努力 抽出时间 虽然那个发表时间不一定 但我很坚持 要把影片出完 我有时候就占卜啊 有时候20分钟 剩10分钟 我就录一半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再再 然后再 哎 剩10分钟再录一半 然后就把三段录完了 哎 没办法 这就是人生 为了满足你 他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觉得 哎 好像责任有一点点重 可是呢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之后 他有点脱贫 可是你们的人生 似乎好像 会失去了人生中 彼此的一种 离开的轨道 所以啊 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是责任 他本来一开始 有想要跟你好好在一起 可是你们真的有办法度过 那一个艰难的时刻嘛 这边看起来啊 你们两个人的运作 似乎没有在 在一个正常的管道 我多送你们一张号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你哦 算了再抽好了 没翻出来 以翻出来为主 大家才公平 最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这边看起来是 最后面结果有可能是没有 没有再来往的 继续的联络比较好 可是我等一下看牌 有没有得挽救 嗯 一样哎 哇哦 好 我跟你说 这边的牌卡是 因为你们的状态 有一个人太过于冷静 所以这一段关系 计划性的就是会 有一种 我们说的断开 那我们来主能量 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先不解释 像你们的 一定要先进入到 解那个塔罗牌为主了 我们来看一开始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他很想要扛起你的一切 他并不是没有想过 要跟你走到最后 可是他会发现 你们两个之间 哦要扛到的东西好多哦 要克服好多好多的障碍哦 那相对于他觉得 他扛得住吗 一开始他想负责 所以他费尽了心思 想要完成这一个梦想 他甚至满怀着 他的热忱与努力 觉得你们目的地 是要达到了 希望就在前方啊 就差一点点 就达到了 所有的 所以可是他觉得 这种关系 他非常的疲惫 然后在中间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有为钱烦恼 为钱吵架的 或者是有一方的 财务的状况 没有那么好 即使虽然原本 你们明明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贫穷 可是最后面尽量有 努力慢慢的付出 可是因为逆位的钱币 我代表的是不协调 混乱 毁灭 不和 放荡 就代表你们两个 一定有吵架的 在很多的东西 不论三观的不和啊 或者是说在财务状况的不和啊 很想要在逆境里面 艰难的求生化险为一 但行不行 有 有好几次真的是 吵得不可 有开交但真的逢凶化急的 可是呢 有一几次 他觉得这样的结果一直反反复复 然后精神变得越来越饥渴了 即使我们在关系中越来越 越往前走 可是就觉得 关系发展的太慢了 太多的困难 跟不愉快 让他真的不知道说他这段关系要不要继续下去 那未来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前逼八的逆位 怎么了 在这段感情 就是因为太过我的完美主义者 他觉得这段感情他想要的是很完美的 可是因为太多的障碍 让他觉得好累好累好累哦 所以他对于现在的感情而言 他觉得是不满意的 那有一些人说那怎么办怎么办 我要怎么让他满意 等一下我们就把后面的台给转正 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只要你愿意的话 你不要因为失败失去从中 这里有一个失败 人本来就在失败中学习的 有没有 这张牌有说 你不要因为失败而失去希望 请你享受跟他之间的感情的过程热在其中 也就是代表 你要是享受 而不是去思考的那些什么完美主义者 已经要达到他一定要多优秀 不要 你抛开一切 人本来就是没有完美的好不好 然后真的爱一个人 你应该是要连他的 欣赏他的优点 爱上他的缺点 你这样才有办法长久 像我的感情 我其实都会尽量的去喜欢对方的缺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他特可爱 我都会说你的缺点是我最觉得最可爱的地方 因为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那他的优点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那就是在基本功 这样子 当别人一直在批判他的缺点的时候 那他想起了只有你爱他的优点 那万一说他今天跟你分手了 他的 你明明就说过你喜欢的是他的缺点了 结果他下一任 说他的缺点 怎样怎样 那你是不是就赢了 他就想起你的好了 所以啊 管你喜不喜欢 说都我都爱 我都爱 来找我攻略就是这样 我们就只有甜言蜜语 没有真心话 好不好 因为通常一段感情说的真心话 以后真的要断开了啦 因为人因为误会而在一起 因为了解而分开 所有的浪漫都是虚情假意 怎么会是真心真意呢 真正的真诚是你真心的爱他 但是你有时候善意的缓言 是为了让这一段感情更加的长久 好吗 实话真的是啦 实话说起来还是刺耳啦 大家都想听真心话 可是谁扛 有几个人扛得住真心话的 最后面的那一个刺在心里的痛 最后面这些就全部被拿出来当 最后面分手的理由 对吧 那所以 他这一组排卡案就知道 不要讲真心话 只要讲甜言蜜就好 所以来找我实战人 有多少人我跟你说 这个你就是要听好听话 捧他捧他 捧得高高的 你不爽他再摔爛他 好就是这样了 那我就继续来啰 好 你们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人变得特别的冷静 然后后来导致于 把自己的情绪起伏 管理得很好 而让对方看不见 看不见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所以你们这一段关系 你真的非常需要热情 因为我帮你多抽了最后一张牌 就是我要给你们的建议牌 改加如何的逆转胜 原本我想说 也许你们做一点小小的修正就可以 可是我发现原来不是修正而已 是整个能量大改 这个人呢你们的关系是怎样 你们最后面会因为停滞而不全而 不知道两个人未来方向要到哪里 然后就互相的 有人如果已经断鸭了 你们就是谩骂吵架 然后为了吵而吵得疯狂的大吵 之后就突然间分手 断鸭式的分手 就是因为吵架 好 那我们说嘛 那如果说最后面你们可能会有 因为吵架的能量而分手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逆转胜 我们把这一张战车牌 把它转正就行了 转正就变成建议牌而已 就代表你们会发生的事情不要去做 或是已经发生的人 你要来看一下为什么 其实我就说了 所有的真心话都会变成心里的那一根刺 因为战车牌代表的是内心非常脆弱的地方 好不好 战车牌看起来很勇往之心 给人家感觉哇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有没有 可是其实为什么要动起来 因为他心里面的冲动 如果被压抑的话 那相对之下就会影响到他的能力 那我们说嘛 战车牌你勇往之心的前天 其实就是吓唬人的 为什么 你接着跟逃跑什么两人 两只马刨那么快 我哪追得上你 其实就是因为他害怕抽伤了 所以带了很多的盔甲 然后去把自己给 给那个掩饰起来 虽然他很勇往之心 可是也代表的是 他其实希望相处的关系 可以平衡 然后他希望可以得到 沟通良好跟胜利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害怕失败的 可是我却又说了 人本来就在失败中学乖的 所以呢 简单的失败 赶快站起来可以 可是太多的失败 他扛不住 所以懂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觉得呢 你之间 他觉得你是什么形象 来小鹿斑笔 小鹿斑笔 我们说鹿嘛 梅花鹿 梅花鹿被人家吓一下 他就直接死掉了 因为他胆子很小 很快的就破裂了 那这张牌要告诉我们是 他怎么看你 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柔的触感 也就代表刚才说温柔的 勇抱 你抱起来是很温柔是不是 是棉花糖女孩吗 还是 哪里特别露呢 好不好 他觉得他喜欢你温暖的 触感跟勇抱哦 那 你与别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觉得你非常的温和 然后呢 他会觉得跟你之间 好像尽情沟通 都可以实现目标 就是他非常喜欢你脚踏实地 充满自信的样子 有时候你其实非常的谦虚 他很喜欢你尊重别人 可是啊 一样 我刚才说他觉得你没有关系 有很特别冷静 那可能有一个人是你 因为我们说 宝剑皇后代表冷静 这张牌卡也有一个程度 他觉得你非常的冷静 所以啊 你们的关系 需要一点点热情 如果你喜欢他 请给他一点热情 不然他会开始觉得你不爱他哦 所以这个人就是爱要说出来 那他是一个海牛的形象 哦 这张牌就要一起讲了 我们先把海牛讲完再讲说 这张牌 我们为什么要吹捧他 那我 我说要吹捧 大家就知道 这一个人为什么要捧了 因为他觉得他对自己 非常有自信 可是你要说 这明明就是海牛长那么丑 是不是 哎 不要因为人家丑好不好 你不知道 那个 那个西斯 呃 那个什么 情人眼中出西斯 西斯眼里出一点屎哦 所以只要你喜欢的话 你就会觉得他漂亮 来我们来说海牛 最常被人家误认为美人鱼了 拜托 人家可是美人鱼的生存 哎 好不好 人家有流线的线条 然后呢 看起来虽然毛发稀疏 可是人家很会游泳 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 人家美的咧 人家可是大海中的美人鱼哦 好不好 所以 真正的美人鱼 捞起来是这样 是真的是吓死人了 可是在你眼里 他还是很美 好不好 他的肺非常的大 所以成为他福利的来源嘛 他不像人类可以行走 就代表他骨架虽然非常的大 可是他很懂得去调节 跟适应 所以你的他 其实是一个非常 懂得适应 跟调节的人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来 我们说嘛 美人鱼就是就是他嘛 哎 海牛 你不要看清他哦 海牛 他相对于程度之下 身体到腰真的很像人类 哎 有像人类吗 所以每一个人类是大肚男的 鱼 是不是 大肚男的人类吗 腰部一下像鱼 那他的尾巴 他不见了 其实就像弯月这样子 他的脸圆圆的 然后他鼻子宽宽的 所以他有头发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 他头发是会很长很长的 披在那个肩膀上 盖住腹部 所以当他从水里起身的时候 这美女出狱了啦 好不好 贵妃出狱了 他的前肢 会把头发往脸上这样子 剥开哦 怎么听起来有一种如花 就是那个周星驰的 那个如花电影的那个 芙蓉出狱的感觉 好像不是很舒服哎 所以人家说呢 这是为什么他感觉像美人鱼 因为他从水中起来 总会把他的秀发 用两只前面的那一个小手 头发从脸上剥开 特别的迷人 这个好像蛮多网美会做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抖音参考一下 好不好 那在夏天的时候 他会发出像狮子狗一般的鼻音 所以啊 他 他其实就是属于很神秘的 因为他等于起来之后一瞬间 然后他就又跳下去了 所以啊 他其实相对于在之下 对于人类的想象 其实蛮多人会有觉得他 他不是耐看型的 因为看久你就发现原来 他是长这样 他是一种叫做什么 他比较适合远观啊 所以他远远看来说 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好 那就来咯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 哦 就来到了这一张牌卡 最重要的 看到了狮子就知道 这一个人非常的自恋 好 不是我说狮子做自恋 是这个牌卡说的 然后跟星相学说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没有批评任何人 然后所以就代表 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的学习课呢 代表的是骄傲 骄傲会成为你们之间的浪漫 呃 的障碍 那我有说从失败中学习 然后你们又抽到战车牌 所以就代表你们两个人之间 不应该是为了彼此的立场 去做一个坚持 而形成了僵局 如果你只要跟这人成为僵局的话 你就会结束 可是如果你想要挽回 你就要更多的爱 跟思考 如何解决这一个困境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要在你自己的需求 跟别人的需求上 找到平衡点 那你们两个人 才有办法前进 所以断联的人呢 你们两个之间 要重新找回 要需要很多的爱 你要放下自己的自尊 你拥有自尊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想要跟这一个人 做一个重新的连结的话 你拥有自尊的话 那就会让这段关系结束 可是呢 如果你可以放下自尊的 跟这一个人相处 吹捧之类 你们的关系绝对会是前进 因为他还在想念你的 拥抱好吗 好不好 还是总是会想着为你 那他的能量也很像 我们说火象星座的人嘛 像獅子啊射手啊木鸭 他们就是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是直接的 的离开了 可是至少这个人想要跟你 相处的是什么 我们说嘛 那个 战车牌还是有那种能量 单纯开心的那种愉悦 跟成功跟胜利 他如果不能令你幸福快乐 他就会让你好好保重 为什么 他如果两个人在一起 我就是要快乐幸福 他没有那种模拟两可的 想要活在痛苦中 那因为你这边有一点点 稍微的微痛苦的牌卡 其实是让他不喜欢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他的话 记得 兑现你的承诺跟不要 他不要听对不起 他只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好 加油哦 记得 他这才出现两次就是 放不下的时候 想想他如何放下你的 如果说今天你们正在断年中 你可能看到这个人就要掉眼泪了 因为他是真的放下你了 好吗 那如果说你还想要挽回的话 记得要很多的爱跟包容去前进 那如果你们正在关系中的话 记得哦 不要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 记得的是莫不关心 好不好 因为真的爱他的话 他希望你勇往直前的去告诉他 我就是爱你哦 喜欢我的账谱 记得给我一个赞 如果还没有 呃 这一排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话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账谱 记得接触传送给我的话 我才知道哦 那再来就是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是facebook的话呢 我近期呢 是4月1号跟4月4号当天兑换 然后就是会有一张牌卡就能解决你 日日夜夜翻来覆去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你还不赶快来领取呢 抽奖呢 随时等着你就怕你不领取了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啰 记得给我个赞 拜拜 第三组的鲨鱼帮 来了 我超喜欢鲨鱼的 我超喜欢海洋世界的 但是我就觉得他很可爱 那选到这一组很可爱的朋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想要跟你现阶段是怎样的关系 然后跟最后面你们的结局 会是如何的 当然是先看看他心里面 到底在说什么东东嘛 对不对 你说什么东东 我们都不会塔罗牌的人 刚好看这个字塔就很明了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 所以我就尽量用字卡 我下次再来做多一点好了 来 比起你说一声算了 我更希望我们轰轰烈烈的大吵一架 胜过此时的太过冰冷的承诺哦 所以这张感情 他是希望勇往直前的 那肯定就是前进啊 没有人会在乎你付出过多少努力 或撑得累不累 摔得痛不痛 他们只会看你最后在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他想要跟你到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别担心 每一种都很好 什么位置他都想要跟你一起待 是你的各种忽略跟虎事 又来了 又是一个超级爱抱怨 也是啊 花那么多嘴子 能量那么多肯定爱抱怨 我不怕在爱情里面 感情里面没有回报的付出 有时候我们更需要是无尽的拥抱跟理解 诶这个蛮明显的啦 我觉得这个人是想要跟你有关系 是做一个前进的 所以看起来是恋人的几率也是还蛮大的啦 好不好 让你伤心还要你为他找理由的人 真的没有那么爱你 所以呢 如果有人让你伤心 他是不希望他不会成为那一个 伤你心的人 因为呢 他是爱你 可是如果今天他让你伤心 他就要告诉你的事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懂吗 你喜欢的事情 我愿意去学 你想做的事情 我都愿意陪你去做 这一个人呢 跟你要发展是恋人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跟他之前的发展将会如何 那我当然就是先看 宇宙说你们之间的能量是什么 修复关系的关键点 就是他啦 只有第一张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看你的 然后再看你们的发展 看看你在他心里面是什么小动物啊 好 蜘蛛 哦 又是性感牌了 蜘蛛 金蜘蛛 王 他多么想要落入你的圈套啊 可是他是这只鲨鱼耶 看起来是把你吃掉的比较有可能 可是我觉得这只鲨鱼看起来有点笨 然后又有点厚重 皮很厚 那感觉好像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好 第一个 你们的关心与关怀 肚 似乎好像退步了 怎么能量都有一点点 糟糕的 他并不觉得跟你之前的关系 他可以得到你的喜欢 诶 这张感情有欺骗呢 怎么会这样 好 我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排卡 我再给你们一张 最后面你们的感情位置会在哪里 你们一定是恋人 可是你们的关系有人劈腿了 不知道是你还是他 所以呢 刚感情的欺骗呢 最后呢 能不能找到最后 一开始的那一个 喜欢的初恋感都没有 你们一开始就爱得很艰辛 来关 我就说 会有三人型的牌 那有一些人说 如果对方是有职务啊 或者是他的妈妈啊 都有可能会出现 但你们这个关系 绝对是有外界的干扰 去做一个执行 妈妈啊 工作太忙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狗屁倒召的去干扰你们的感情 都是因为外界的因素 而导致于 彼此有时候要有一些 欺骗的能量 然后去维持这一段关系哦 所以到底是你还是他呢 那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的感情的 细部的发展 然后再去告诉你们 最后面怎么样的 去逆转跟相处 好不好 GG了 这一组牌今天的能量 大家好像都要去做一些很大的调整 来一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呢 他想到你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忠诚 所以怎么呢 有人刚开始的关系 就已经开始 大家有各种的选择 所以导致于就开始 已经嫉妒心开始出现了哦 所以啊 他期望 你 你从你那边得到回报吗 他已经不期望 他甚至就有一点无助 所以也就代表 现在的大环境不佳 他必须要压抑自己的不满意 或是有所怨言哦 好 所以他其实对于你是充满了抱怨 你看我说前面说有抱怨果然 果然就抱怨啦 前B6 我不怕在感情里面没有付出 回报的付出 他做了 他以为他做了他可以通过 可是其实就是代表 他很在意这一个回报 有付出 为什么会说他口是心非 因为他有这一个 魔术师的牌 所以我就说 他的口是心非 还蛮严重 然后因为这一张牌代表 他根本就是计较 计较那个付出好吗 尤其是聖杯酒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能量 即使现在的状态 是非常的不理想 他还是会希望 跟你有一个正面力量 因为聖杯酒不认正立位 就代表说 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希望 可是他对于你们现况 他是非常的不满足的 他想要的更多 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他非常的沮丧 因为他的期望值非常的高 可是他在你身上 没有办法 就是只拥有你 所以他同时也要拥有其他人 所以这张牌卡 你遇到的人 他想要跟你成为烈人关系 然后你是拥有他的全部 他绝对不会放手 你又收到蜘蛛人牌 代表他对于你的渴望心 跟 就是真的很想要 被你的蜘蛛网给网住 他觉得你非常的性感迷人 他不能没有你 可是却聖杯一出现了 可是是个逆位 聖杯一代表他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跟憤怒 他对你是有所内疚的 他觉得你们的关系呢 会有很多的挫折感 然后觉得非常的失落 还是一样不满足 因为为什么 原因彼此 你们两人之间的安全感 是非常的 非常的没有的 最主要的心态 又是在付出 我们说今天你们的课题 就是付出 我要付出我也不付出 我明明说 我不怕再没有感情的回报 可是我好在意 你感情没有被我回报喔 好不好 所以这一个人 非常的在意的是什么 你对我好多少 我就对你好多少 可是你对我没有好 我都一直在意的是 你为什么不对我好 这一个人好爱计较 我好爱计较的 的心盘有谁 天秤座超级爱计较的 然后他都会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委屈一点没关系 我不求回报 但是超级想要 然后还有一个超级爱计较的是 我觉得金牛座不算爱计较 我觉得还有谁爱计较 处女座很爱计较 摩羯座其实是不会 星盘里面有的 我觉得天蝎还好 我觉得牡羊 不算计较 牡羊是他付出 没有等到回馈 他会不爽 然后他就会计较 不然的话基本上 他是过了就算了 他会当下分手 都跟你吵架的计较 可是他后面不会 那基本上我觉得爱计较就是 大概就是处女啊 然后跟 又是不好意思 对巨蟹的朋友 你又来了 因为你们某种程度 都会那种自己 胡思乱想 然后人家还没做 你就觉得人家 不会付出的回报 你们在做幻想式的 自己觉得 没有被回报 好不好 好 对不起巨蟹座的朋友 我真的是每一次 很爱骂巨蟹座 偏偏来找我 詹谱的十个有八个 全部都是巨蟹座 那样的人 然后他们都说 因为你说的很对 所以我才来找你 好啦 不是我爱骂巨蟹 对啊巨蟹有时候 你们就是太过于 你们的恐慌都是 自己给自己的 那我就要再次的强调 在我停着詹谱的时候 又有巨蟹的来找我 你们很常犯一个错误 我必须要提醒你 因为这张牌太多巨蟹能量 我就去得说 你们的感情换得换失 但是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把决定权 放在别人身上 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甚至觉得 你的人生方向 总是来抽牌 都问我说 我都会说 那你们觉得 你想要怎样的结果 都会告诉我说 我想要看他怎么做 而我决定怎么做 然后但是又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不安全感 这么严重 我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 把你们的决定 放在一个不愿意 给你承诺 然后常常忽冷忽热 已读不回 爱读不回 突然消失 突然封锁的人身上 那你的爱情 就跟着他 对于你的能量 换得换 使你没有了自己 这是真正 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这是夜夜的哭泣 你找不到一个立足点 为什么 因为你想回想一下 你是不是把你的身上 决定常常看在别人的脸色 跟决定上面 然后你才去follow 而不是你真正 问的是 我今天我要的是什么 适合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一组排卡的人 你们回想一下 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感情中 回报是有付出的 可是你在别人身上 把东西扣给他的时候 就是代表 你希望看到的是 他给你的回馈 给你的回报 给你的付出 但他没给你 你不就把你自己 所有的安全感 全部推出去 都送在那个人身上了 他把你的能量吸走了 让你变成无不止境的内耗 所以记得要修正好吗 好 我特地讲这个就是 因为太多人都有这一种的能量 绝对不要这样 学向向我好不好 我从小也是就是 会有那种患得患思 可是 我从小都一直在建立一件事情 就是靠山 我爸爸常常跟我说 靠山山倒 靠人人 人倒 好 就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因为我爸自己本身也是 不怎么可靠的人 然后不可靠的人 来告诉我讲这个 渣男来跟我讲做 这个 历代渣男 超级渣男 来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 所以 他都说说 他自己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全世界他最爱我了 那但是他非常的渣 也就代表所有的男人都不渣 所以还是用这个能量 来教导我长大 我开始去建立自己的 一个人生的安全感 因为我爸从小 让我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懂得说 我们要去建立的 叫做自我安全感 身边的人 所有人给你安全感 你没有办法拥有 只有你自己给自己 你才可以走出去啊 因为这一个人 有非常强大的欺骗 然后跟 承诺不对线的牌卡 然后甚至还有这一张牌 聖杯三 聖杯三正位 也就是代表 你跟他之间 你可以说 他也有可能被朋友勾引走 你要进入到他人生的生活 你才有可能 也就是代表 他想要跟你成为恋人 可是他也有可能劈腿 那你唯一如何 我就是不要劈腿的关系 你要进入到他的朋友圈 侵占他的同事 侵入他的家人 让他没有任何的堡垒可以躲 然后就是 让所有的资讯公开 今天就算他在拥有第三者 你也要当正宫 我就不要当小三 为什么 因为这样你才有跟这一个人 才可以永久的永远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一张牌是 最后面 谁能够绑住他的自由的人 才可以成为他最后面的一个对象 所以你抽到了蜘蛛王 蜘蛛 那你有没有机会绑住这个人 当然是有的啊 所以啊 你们两个之间是恋人的关系 可是因为 他的心有一点点浮动 他会再去找别人 因为贪心 刚才我说 贪心贪心贪心 这一个人过于的贪心 而导致于就是 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呢 你会怕处于弱势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人抓出来 那如果说 已经分手断练的人 要如何教会人 请你赶快把你的头贴换掉 放下你的性感照 然后放下你变漂亮的照片 放下你的大鸡鸡 或者是你美艳的 男的放什么 女的放什么 自己知道吧 不知道的话 就留人家订阅 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来问我啊 我有时候还会帮人家 做一些外形的打造 然后 或是心理的管理 然后甚至有时候 还要帮你们 做一些什么 选衣服啊 然后之类的能量 好不好 让你的梦想成真 所以就代表 他其实是期待 你变成他人生中的现实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跟这一个人 真正的在一起 你必须要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刚才有没有说了 你要怎样曝光你 然后侵入他所有的人生 你还在编织 你自己的一个人生中的 梦想蓝图吗 可是你有去执行吗 你如果只是在树上 这样风吹是摇摇欲坠的 那你就要像蜘蛛一样 今天你的网 不能只有一个小部分 我刚才说嘛 让他遍地开花的 所有都是你的人脉 所有都有你出现的 样子 你看这蜘蛛那么美 你把你的网织大 扩展 扩展所有的范围 最后面你永远是正宫 那小三网永远没有你的位置 因为你布下的天罗 天罗地网都会成真 好吗 释放出来 你的梦想是值得扁持的 如果你要这一个人的话 请记住 你从为第一条线开始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做好你的部分 也就是代表 这一段感情呢 你是要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这边有说嘛 他都是一直往前进的 好 不用担心每一种样子 都还是很好 好不好 只要你努力的话呢 有没有 都在讲位置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说你们 这个位置贪心 然后跟第三者的能量 跟付出 这一个人肯定就是怎样 你既然要那么贪心 我就让你所有的满足 我通通都给你 可是你会比较累啦 你只要你做到的话 来 一个浪漫的时刻将会来临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鲨鱼 他的个性好了 然后最后面我们再解 怎样的你们的处理之道 OK 那我们看到的鲨鱼 就想要什么 来 我们介绍鲨鱼 鲨鱼就是海中什么 最凶猛的对象 看起来最可怕 可是也不要这样子想 来鲨鱼也是流线的线条 然后他从 你不要看他这样光溜溜 他其实有盾 就是盾铃喔 因为那个铃啊 他的铃比较厚 他是为了保护鲨鱼 不要受伤跟被寄生虫 寄生喔 而且鲨鱼的感觉气光非常的灵灵 他可以嗅出几公尺外的血行为 也就代表他们有感应电的能力 所以啊 比如好了 藏在沙底下的猎物啊 任何的鲨鱼或其他的小鱼 都有办法变成他的食物 所以他非常的敏锐 所以就代表他嗅觉跟很敏感 那你就要知道了 如果这么的敏感的话 你做了任何一丁丁的小动作 他就知道 所以你要布一下天罗帝王的 把这一只鲨鱼给网住 你虽然是蜘蛛 但你有能力编织的是一个渔网 终究他会被你挽挪的 只是说这段感情会比较辛苦 为什么 没人在乎你努力 付出努力过多少 趁着累不累摔得痛不痛 他们就会在乎你最后在什么位置 所以你在这一个人的话 你会很累 你真的很累 但他会感谢你的付出吗 没有 因为我说他很贪心 他想要看到你最后站在什么位置 就是你的努力 也就代表今天如果要够爱他 就必须做到所有的网楼 你同时也要霸占他 占有他 让他觉得失去自由 他才觉得爱你 所以他跟其他的拍卡比较不一样 想要的是自由 不是他想要的是你全心全意 占有他 当然如果说你们是控制于很强的人 恭喜你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人 可以好好的在一起 可是如果他所有离开的话 就代表他觉得你不够在乎他 不够对他付出 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所有 所以分手断练的人 就要知道 为什么他今天会离开的能量 如果你今天要占有他 请你布下天罗地网 去他的交友圈 或者他的生活圈里面 放一些诱饵 让他不能没有你 你就能抓回他 如果这样还没有办法了解你 那记得赶快来找我 我来告诉你抽牌 告诉你如何的攻略好吗 那我们来看喔 这一张是天秤牌 好 天秤牌就是代表 我们越是看到公平的人 其实他越要求更多 他越不想公平 好 公平以及贪心 就是在 在两者的难捏之间 你认为的公平 跟他认为的公平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是时候有机会 重新谈判的 如果你们的关系 已经是断练功行 你有机会重新谈判 这一个人会再生 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因为这张牌 代表的是天作之合 必须拥有两个人的前进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他想要跟你发展成 怎样的关系 我说了 来 家人朋友之类的或什么 他想要跟你紧紧的绑在一起 然后又被你蜘蛛的网络 当然是烈人牌啊 你们会和平的放下吗 看起来是不会和平的放下 因为有很多的第三者 好不好 所以啊 恭喜你呢 出现了一个 会有一个浪漫的开始 懂吗 你们两个人之间 将会有一个浪漫的开始 即将启程 再来呢 就是剩下于你的努力 能不能满足他了 他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所以请你好好地满足他 那当然啦 你跟他之间就是密不可分喔 注意你的外表 OK 好啦 那喜欢我的占卜 记得给我一个赞 因为你的外表对他而言 是非常的迷人的 因为抽到蜘蛛 所以性魅力 会是你一个最需要使用的 杀 手 剑 然後避免自私喔 自私的话 为你们两个的关系 是不会带来好处的 那你们最后面要结婚 订婚非常的有可能 恭喜你 找到了一个恋人 但是要克服这些建议 才有办法做到 好不好 如果这些拍 还没有把解决的问题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 那follow我的Instagram 或Facebook的话 我每个节日呢 特殊假日呢 最近其实是4月1号 跟4月10号 会有免费的抽奖 那张张有奖 就是怕你不来兑换 翻来覆去夜晚 无法解决的困惑 让我用一张牌卡 就来解决 那你还不赶快follow起来呢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囉 记得给我个赞 拜拜